英国德比治医会前驿仗,78岁的David Bookfinder最近带中国妻子乘飞机,妻子因先生问题被拦下,无法登机,老先生气得投诉。 结果被航空公司女员工在网上大骂她是Bed,死了肥胖的懒汉,老婆根本不想和她一起出行云云。 当天,David带着她的中国妻子王仪,Wang,Yi,因一去East Midlands Airport大城去往西班牙Canary的瑞安航空搬机,但王仪却被拒绝登机。 外媒报道,当时的情况是瑞安航空的工作人员,认为王仪没有申跟签证,因此不能登机。 而David争辩她的妻子是持英国签证去旅行的,因此无需办理其他任何签证。 随后,David打电话进行投诉,但对方是无法听清楚我的声音,要我稍后重新拨打。 他可笑了,而且,他们真的死脑筋,都不知道规则。 气氛的David随后将此事发在网上,引发媒体关注,是将媒体信息显示为瑞安航空客户服务主管的Kubin因此发飙。 他的Facebook主页上标着他的职位为客服主管,并贴着一张他穿着瑞安制服的社交媒体照片。 Kubin在Facebook发帖说,我敢打赌。 他妻子在内心深处,也是拒绝与他一起上飞机的,不想与他同行。 我的意思是,他每天早上醒来,都要面对那个肥胖的烂汉。 事情愈演愈烈,Kubin在他的主页上删除了瑞安航空的相关帖子,以及关于David的评论。 但他穿着瑞安航空制服的照片依然存在。 瑞安航空虽表示,他们不会评论,未经证实的社交媒体帖子。 但我们的记录显示,该乘客所持有的旅游签证无效,因此,员工当时拒绝让他登机。 是正确的,瑞安航空是一家总部,设在爱尔兰的航空公司,是欧洲最大的廉价航空公司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